疾管室公布了 衛福部預防接種受害救濟 審議小組最新的會議記錄 這一次一共審查四十六名個案 其中嘉義市的個案是 接種高端之後 出現皮膚搔癢 被合於五千元救濟金 這是全臺第一例高端救濟的個案 另外在臺有一個案子 是接種莫德納之後 出現了胸痛 全身痠痛 甚至呼吸困難 而失去意識死亡 雖然沒有辦法確定 跟疫苗有關 但也合於三十萬元的救濟金 本土疫情還沒退燒 讓各縣市疫苗施打都很踴躍 有不少民眾打第三劑追加劑時 會選擇高端 但嘉義市一個本身 有異位性皮膚炎的民眾 去年十月初打完高端第二劑後 出現皮膚搔癢 雖無法確定皮膚癢 跟打疫苗的關聯性 但依相關審議辦法 他被合於五千元救濟金 成為臺灣首例高端救濟個案 我們在四一月中旬的時候 有幫忙送件申請這個疫苗受害 救濟的這個申請 那在一月十三號會議紀錄有提到 會給予這個救濟金五千元 挫家義市臺南也有一個 有糖尿病等慢性病史的民眾 去年七月中打莫德納第一劑後 隔天出現胸痛全身痠痛 甚至呼吸困難而失去意識 最後不幸死亡的個案 判斷死因可能是心血管疾病 所以無法確定跟打疫苗 有沒有關係但也合於三十萬救濟金 其實各縣市都有打疫苗後出現不良反應的個案 光加義縣送中央做救濟審議的就有八十四件 已確定貨賠的兩件都是打AZ 但縣府還是呼籲民眾要打疫苗 減少重症可能性 給自己多一層保護 記者陳煥與許贈君 溫正恆南部報導